职业安全卫生法 102年6月18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防止职业灾害 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特制定本法 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者 从其规定 第二条 名词定义 本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 工作者 职劳工 自营作业者 及其他受工作场所负责人 指挥或监督从事劳动之人员 二 劳工 只受雇从事工作或至工资者 三 雇主 指事业主或事业之经营负责人 四 事业单位 职本法适用范围内 雇用劳工从事工作之机构 五 职业灾害 只因劳动场所之建筑物 机械 设备 原料 材料 化学品 气体 蒸汽粉尘等或作业活动及其他职业上缘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 伤害 失能或死亡 第三条 主管机关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卫行政院劳工委员会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 卫县市 政府 本法有关卫生事项 中央主管机关应会商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办理 第四条 适用范围 本法适用于个业 但因事业规模 性质及风险等因素 中央主管机关的指定公告其适用本法之部分规定 第五条 必要之预防设备或措施 雇主使劳工从事工作 应在合理可行范围内 采取必要之预防设备或措施 使劳工免于发生职业灾害 机械 设备 器具 原料 材料等物件之设计 制造或输入者及工程之设计或施工者 应于设计 制造 输入或施工规划阶段实施风险评估 致力防止此等物件于使用或工程施工时 发生职业灾害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职业安全卫生法 102年6月18日 第二章 安全卫生设施 第六条 必要安全卫生设备与措施 雇主对下列事项应有符合规定之必要安全卫生设备及措施 一、防止机械、设备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发火性等物质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电 热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采石、采掘、装卸、搬运、堆积或采发等作业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坠落、物体飞落或崩塌等之余之作业场所引起之危害 六、防止高压气体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料、材料、气体、蒸汽、粉尘、溶剂、化学品 含毒性物质或缺氧空气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辐射、高温、低温、超音波、噪音、震动或异常气压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监视仪表或精密作业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废弃、废异或残渣等废弃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或火灾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动物、植物或维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阶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未采取充足通风、采光、照明、保温或防湿等引起之危害 三、雇主对下列事项、因妥为规划及采取必要之安全卫生措施 一、重复性作业等触发肌肉骨骼疾病之预防 二、轮班、夜间工作、长时间工作等异常工作附和触发疾病之预防 三、执行职务因他人行为遭受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预防 四、避难、急救、休息或其他未保护劳工身心健康之事项 前二项必要之安全卫生设备与措施之标准及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七条 主管机关指定之机械设备器具之限制 制造者、输入者、供应者或雇主 对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机械设备或器具 其构造、性能及防护非符合安全标准者 不得产制运出厂厂 输入、租赁、供应或设置 前项之安全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制造者或输入者对于第一项指定之机械、设备或器具 符合前项安全标准者 应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资讯申报网站登陆 并于其产制或输入之产品明显处张贴安全标示 已公识别 但属于公告列入形式验证之产品 应一第八条及第九条规定办理 前项资讯登陆方式 标示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八条 主管机关公告列入形式验证之机械、设备或器具 之限制 制造者或输入者对于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列入形式验证之机械、设备或器具 非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验证机构实施形式验证合格及张贴合格标章 不得产制运出厂厂或输入 前项应实施形式验证之机械、设备或器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的免验证 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 一、依第十六条或其他法律规定实施检查、检验、验证或认可 二、供国防均试用途使用 并有国防部或其直属机关出具证明 三、限量制造或输入仅供科技研发、测试用途之专用机型 并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四、非公实际使用或作业用途之商业样品或展览品 并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五、其他特殊情形 有免验证之必要 并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第一项之验证 因产品构造规格特殊制验证有困难者 报验义务人的减负产品安全评估报告 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核准 采用适当检验方式未知 输入者对于第一项之验证 因验证之需求 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先行放行 经核准后 于产品之设置地点实施验证 前四项之行是验证实施程序 项目 标准 报验义务人 验证机构资格条件 认可 撤销与废纸 合格标章 标示方法 先行放行条件 申请免验 安全评估报告 监督管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九条 未经行试验证合格之产品 或行事验证 于其之限制 制造者 输入者 供应者或雇主 对于未经行试验证合格之产品 或行事验证于其者 不得使用验证合格标章 或一声混淆之类似标章 皆是于产品 中央主管机关或劳动检查机构 的对公告列入 应实施行试验证之产品 进行抽验及市场查验 业者不得规避 妨碍或拒绝 第十条 违害性之化学品应采通式措施 雇主对于具有违害性之化学品 应语标示 制备清单及皆是安全资料表 并采取必要之通式措施 制造者 输入者或供应者 提供前向化学品与事业单位 或自营作业者前 应语标示及提供安全资料表 资料一动时 一同 前二项化学品之范围 标示 清单格式 安全资料表 揭示 通式措施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一条 违害性之化学品应采分及管理措施 雇主对于前条之化学品 应依其健康违害 散布状况及使用量等情形 评估风险等级 并采取分级管理措施 前项之评估方法 分级管理程序与采行措施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二条 作业场所定有容许曝露标准之相关措施 雇主对于中央主管机关定有容许曝露标准之作业场所 应确保劳工之危害曝露低于标准值 前项之容许曝露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雇主对于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作业场所 应订定作业环境监测计划 并设置或委托由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作业环境监测机构实施监测 但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免经监测机构分析之监测项目 的雇佣合格监测人员办理之 雇主对于前项监测计划及监测结果 应公开揭示 并通报中央主管机关 中央主管机关或劳动检查机构的实施查核 前二项之作业场所指定 监测计划与监测结果揭示 通报监测机构与监测人员资格条件 认可撤销与废止 查核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三条 主管机关公告以外之新化学物质之限制 制造者或输入者对于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化学物质清单以外之新化学物质 为向中央主管机关缴交化学物质安全评估报告 并经核准登记前 不得制造或输入含有该物质之化学品 但其他法律已规定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不适用者 不在此线前项评估报告 中央主管机关为防止危害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于审查后的与公开 前二项化学物质清单之公告 新化学物质之登记 评估报告内容 审查程序 资讯公开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四条 管制性化学品质限制 制造者、输入者、供应者或雇主 对于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管制性化学品 不得制造、输入、供应或供工作者处置、使用 但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者 不在此线 制造者、输入者、供应者或雇主 对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优先管理化学品 应将相关运作资料报 请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前二项化学品质指定 许可条件 其间 废止或撤销许可 运作资料内容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五条 应定期实施至成安全评估之工作场所 有下列情势之一之工作场所 事业单位应依中央主管机关规定之期限 定期实施至成安全评估 并制作至成安全评估报告及采取必要之预防措施 至成修改时 一同 一、从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业 二、从事制造、处置或使用危害性之化学品数量达中央主管机关规定量以上 前项至成安全评估报告 事业单位应报请劳动检查机构被查 前二项危害性之化学品数量 至成安全评估方法 评估报告内容要向 报请被查之期限、项目、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六条 危险性之机械或设备之检查 雇主对于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 具有危险性之机械或设备、非经劳动检查机构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代行检查机构检查合格、不得使用 其使用超过规定期间者、非经在检查合格、不得继续使用 代行检查机构应依本法及本法所发布之命令执行职务、检查费收费标准及代行检查机构之资格条件于所负责任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一项所称为显性机械或设备之种类 应具之容量与其制程、眷工、使用、变更或其他检查之程序、项目、标准及检查合格许可有效使用期限等事项之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七条 劳工工作场所之设计规定 劳工工作场所之建筑物 应由依法登记开业之建筑师依建筑法规及本法有关安全卫生之规定设计 第十八条 应及停止作业之工作场所 工作场所有利及发生危险之余时 雇主或工作场所负责人应及令停止作业 并使劳工退避至安全场所 劳工执行职务发现有利及发生危险之余时 的在部位及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 自行停止作业及退避至安全场所 并立即向直属主管报告 雇主不得对前向劳工予以解雇 调职 不给付停止作业期间工资或其他不利之处分 但雇主证明劳工滥用停止作业权 经报主管机关认定 并符合劳动法令规定者 不在此线 第十九条 具有特殊危害等作业劳工之保护 在高温场所工作之劳工 雇主不得使其每日工作时间超过六小时 异常气压作业 高价作业 精密作业 重体力劳动或其他对于劳工具有特殊危害之作业 亦应规定减少劳工工作时间 并在工作时间中予以适当之休息 前向高温度 异常气压 高价 精密 重体力劳动 及对于劳工具有特殊危害等作业之 减少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之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有关机关定之 第十条 劳工体格检查 健康检查之施行 雇主于雇佣劳工时 应施行体格检查 对在职劳工应施行下列健康检查 一 一般健康检查 二 从事特别危害健康作业者之特殊健康检查 三 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位特定对象及特定项目之健康检查 前项检查应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认可之医疗机构之医师未知 检查记录雇主应于保存 并负担健康检查费用 实施特殊健康检查时 雇主应提供劳工作业内容及暴露情形等作业经历资料与医疗机构 前二项检查之对象及其作业经历 项目 其间 健康管理分级 检查记录于保存期限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医疗机构对于健康检查之结果 应通报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以作为工作相关及病预防之必要应用 但一般健康检查结果之通报 以指定项目发现异常者违宪 第二项医疗机构之认可条件 管理 检查医师资格与前项检查结果之通报内容 方式 其限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劳工对于第一项之检查 有接受之义务 第二十一条 雇主应医健康检查结果采取健康管理分级措施 雇主医前条体格检查 发现因雇劳工不适于从事某种工作 不得雇用其从事该项工作 健康检查发现劳工有异常情形者 应由医护人员提供其健康指导 其经医师健康评估结果 不能适应原有工作者 应三才医师之建议 变更其作业场所 更换工作或缩短工作时间 并采取健康管理措施 雇主应医前条检查结果 及个人健康注意事项 会编程健康检查手册 发给劳工 并不得作为健康管理目的以外之用途 前二项有关健康管理措施 检查手册内容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十二条 应雇用或特约医护人员办理劳工健康保护事项 事业单位劳工人数在50人以上者 应雇用或特约医护人员办理健康管理 职业并预防及健康促进等劳工健康保护事项 前项职业并预防事项应配合第23条之安全卫生人员办理之 第一项事业单位之适用日期 中央主管机关的一规模性质分阶段公告 第一项有关从事劳工健康服务之医护人员资格 劳工健康保护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Aaron 7986